写思疫情发生以来 民进党当局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操作 不断挑衅大陆底线 制造两岸对立气氛 台湾资深媒体人汪淡平近日指出 两岸军事冲突的风险提高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对于解放军军机绕台 民进党当局一律以挑衅威胁时之 非言耸听 所谓的海峡中线 其实只不过是一条假想界限 并无任何法律依据 大陆也从未承认 至于两岸多年保持的所谓默契 一旦两岸关心恶化 维系默契的前提消失 默契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民进党当局既执意要连美抗中 这就是必然的结果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台海局势不但以随两岸军力的消长而变化 更因美国角色的转变而复杂 在以往的海空军 虽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但在武器的性能和军队的训练上 还有一些优势 然而最近十多年来 大陆的军力已经突飞猛进 而台湾却几乎全部仰赖美国军手 还不能买到顶尖的新型武器 两岸战力失衡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大陆军力有显著优势 而台湾又见网独的方向迈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 谁都不敢保证大陆不会对台动物 而且可以断言 台湾若要跟大陆对抗 没有任何一点胜算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某些台独分子 可能也清楚单靠自己根本无法对抗大陆 所以不断向美国靠拢 在以美抗中的路线上越走越远 这也郑重了美国的下怀 一直以来 美国都把台湾当作抗中的筹码和棋子 不仅通过了多项友台法案 还三五不时的派遣军舰军机 在台海巡异 一旦两岸关系紧张 美国就出面为台湾撑腰 美国的侵台和撑腰举动 使民进党当局和党的一些台独分子更加相信 一旦两岸开战 美国一定会出兵援助台湾 所以台湾跟大陆交涉要更加强硬 然而美国打台湾牌 是按照其战略利益来打的 不是烂打 台海若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会不会出兵 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届时美国不会参战 因为大陆军力已经大幅提升 一旦开战 美军会损失重大 台陆军退役上将王文献也指出 千万别以为靠住美国就安全了 美国人绝不会为保卫台湾牺牲 一兵一卒 因为国际之间没有所谓的道义 没有正义 只有厉害 有台湾学者也曾指出 若大陆真的对台湾动武 以大陆现在的实力 一周内就能解决 就算美国到时候肯帮忙 恐怕也来不及 民进党当局还是醒醒吧